周星哲喜欢心痛多过幸福。 因为12岁发生这件事。 周星哲完全让人体会到何谓反差。 分明是年轻的歌手,但唱的歌都是相当悲伤。 唱的是悲伤的歌曲,听完却有一种温暖的感受。 应该是开朗活泼,眉宇之间却总有一股忧郁的神情。 更神奇的是,她今年才22岁,却能诠释好多超龄的情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